各位網友 又到老生常談了 我今天繼續講 這個佛弟子 我個人的感受 實在講 我們這些小山來 因為這個是 對佛學當然是很粗淺的 但是 就是 而且它的智慧如海 亦都非我們這些凡夫族子 在世上 這個 誓志 即是誓間志 我們都不甲 何況出誓志呢 因此 我們應該更加要悲謙 來研究 我個人所了解的佛學 不能夠做一個定律 但是我只能夠 將我所看到的 有真凡實據的 或者我師父所講的 我所謂用心來講就是 佛陀呢 在這個傳道呢 四十九年 可能 又是五十年之間 因為佛陀呢 因為佛陀呢 他在三十歲呢 他說自己呢 那時候呢 成道的 那我戒過一條數呢 那我戒過一條數呢 那裏呢 就是公元前 是五百三十五年 就是 一直到公元前 四百八十五年的時候呢 他滅盤 佛家所謂 那時候呢 他滅盤的時候呢 就是 四十九年 到五十年之間 這個是 我查的經典呢 是 吻合的 那就是 這樣啦 到他滅盤了之後呢 經過一段時間 大概五年左右 或者更少些 就有佛經記載 哪個佛經呢 我一下子 我完全靠自己記憶的說話 那未必是準確 就當時呢 有五個 比丘 和比丘乃 我記得是五個呢 這個是 對這個佛陀 所講的言論呢 他們五個呢 是公認呢 大家是 記得最清晰的 因此呢 他們五個呢 就集合來研究 怎樣把佛陀呢 在那四十九年 或者五十年呢 所講的道 來傳出來 那佛陀 講出來呢 那就要大家呢 一起在一起 這個 有些記得 或者有些呢 補充 有些不記得 有些人記得 每一件事呢 佛陀所講的事呢 這四十九年當然很多 所有的佛經 都是經過 這個佛陀口述的 由子弟呢 寄回來 所以這個口述 口述 口述 所講的事呢 是 每一件呢 是佛陀自己講的 他不是 隔了一層呢 由帶子 或者學生 來講的 或者他只是 想 當時 或者孔孟啊 經學啊 或者其他的 子書啊 有些是自己寫的 有些不是自己寫的 孔孟呢 多數都是學生寫的 是不是 所以因此呢 就是 但是佛陀不同 他每一件事呢 每一個經文 都是自己講的 都是自己講出來的 由那些 大字呢 記錄 而且念出來的 到最後 大家走過來呢 將大家 這個 所記得的 就是大家念出來的 所以呢 佛陀這些佛經呢 是 不是間接的 就是一種 直接考術的 這個就是 由大字呢 重複念出來的 所以呢 我們相信呢 是比較實在一點 也沒有什麼錯綠的 我是 講一下佛陀 他的稍為 他的那個 來歷 稍為講一講 據佛經所講呢 他生出來呢 已經有異象了 那這些異象呢 視乎是 有人 或者是 或者是 將他神化了呢 那我就覺得呢 未必是 但是我們也都 不需要 講得這麼細緻 因為可能有些呢 或者 未必是 就是 盡信啦 我們 只能呢 是講他 是一個王子 這個實實在在的 那就是 一個貴族的 不用說 是一個王室的家庭啦 那就是 一個很尊貴的王子 那當時 有很多人服侍他啦 尤其是 在印度這些地方呢 這個階級很森嚴的 王子的身份呢 他完全呢 就是 是 高人 不知多少膽的 是不是 那就是 但是這個王子呢 他當然有 隨從跟著他啦 服侍他的人啦 都很周到啦 那麼他到了 慢慢長大的時候呢 他就 要求那些 那些人呢 你帶我出去皇宮行啊 這樣 結果呢 他就 看到有些人呢 很醜樣嘛 有些人呢 是 穿的衣服 藍縫喔 有些人呢 還在那裏做黑衣喔 之而此類呢 他覺得 這個世界 為什麼有些這樣的人呢 自己很尊貴嘛 他旁邊 侍服的人都很尊貴 很健康的嘛 為什麼見到這樣的呢 那他就問啊 那些隨從那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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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說他聽啦 人呢 是有些窮的 有些是怎樣的 那麼他就不理解喔 這個王子 他小嘛 那麼他說 為什麼有些人又窮一些 有些人有錢一些 有些人有 好像我做王子那樣 穿這些 吃那些 敢於肉吃呢 為什麼有些人呢 是求人家 黑些東西 來衝擊呢 那麼他覺得 這個世界 都不太公平了 那麼他呢 是有這樣的恩緣呢 是知道了 那麼以後呢 他又見到那些老人了 為什麼有些人有鬍鬚呢 有些人白髮頭髮呢 為什麼我們黑的呢 你又黑的呢 那麼 那麼人就解釋他聽啦 人會老的嘛 那麼他就知道呢 人會老的啦 那些人呢 有些人呢 在街邊 棉在那裡 那麼他又問他呢 那些人為什麼會棉在那裡呢 他說他病啊 哦 原來人呢 可以病的 不是個個健康的嗎 好像你和我那樣 大家走走嗎 那又知道了 OK 好了 有一次呢 又碰到那些人呢 在那裡吹 吹那些 喪惡 就是送殯的時候呢 吹那些東西 為什麼好像跟我們平時跳舞的 我們宮廷所唱的 那麼歡樂的呢 為什麼又不同呢 那麼就知道呢 這個呢 他又在那裡問 那些人說 哦這些是喪惡 是出殯的時候呢 有人死了 什麼 他都不懂什麼叫死了 為什麼會死啊 為什麼死了啊 什麼叫死了啊 他說你看看這些 有些棺木啦 有些就這樣走出來的啦 就被那些鳥啊 其他那些東西包起它 大家被一塊板 這樣就抬了去啦 這些是沒有錢的啦 有錢的就有棺木啦 有些好些就有棺木啦 有些好些就有棺木啦 有些好多人送啦 有些沒有人送啦 之而此類的東西慢慢呢 佛陀說 啊 人類人呢 有生老病死的 他說 我們現在出生的時候 生 到老的時候 可以有病 可以有死 那麼他說 那我們不死可以嗎 他說 不行喔 他說 我們有生必有死喔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喔 啊 那麼他 當時呢 佛陀 小時候呢 他就要 啊 人呢 是要求永生的嘛 怎麼可以求永生呢 當時呢 他也都去問這些東西 慢慢呢 知道呢 有些人呢 真真正正呢 是想呢 這個能夠呢 長遠 啊 也都當時呢 也都 在印度呢 有佛這個 這個觀念在那裡 啊 那些修行的人啊 苦行僧啊 那些呢 就是希望修佛 是這個 將來呢 到西方的極樂 那他慢慢這些知識呢 他慢慢呢 從這些 伯仁啊 服侍他的人 就聽到了喔 那麼他呢 後來呢 說服了他的父母 他父母呢 本來 將來的皇室是給他的啦 他皇位呢 結果就不是啦 他就說服了父母 給他學出家 給他離開家庭呢 去學這種啊 啊 這個能夠 生長在極樂世界 能夠可以去到極樂世界 那當然就不捨得啦 是不是 那麼啊 那麼啊 而且 是這些很辛苦的 當時的苦行僧呢 他認為呢 他自己呢 用這個身體的苦行 來到練這種 這個修養呢 是一種 是可以有機會 經過這麼多苦難呢 可以去到極樂世界的 那麼他也都 學人呢 吃一粒買啊 好減少啊 食量啊 因為他 又知道呢 這個佛家呢 不想殺生 很多東西他就不吃 好好的 就是吃一粒飯 都實足的 苦行僧啦 結果呢 他有一次呢 在那個河那裡 他自己清潔的時候呢 就跌了下去 他這樣一想 哎 如果人呢 那個身體 雖然是苦本 經過這個生老病死 是不能夠 離開這個 這個 這個身體的 但是你的身體不好呢 那個人死了之後呢 你怎樣去修行呢 是不可能的 所以因此他一悟之後呢 馬上吃飯 吃飯飯呢 以後慢慢 就是 身體好了 他呢 就繼續呢 來到思考 這個 怎樣 來到 悟到 這個佛了 這個佛門 這種呢 當時他慢慢長大呢 也都有一些 一些書呀 關於佛學的東西 他都會看到一下 那麼當時呢 他呢 就所有的呢 都是很粗淺的 佛理而已 或者有一些前文而已 沒有經過精實的 因此呢 他每一次呢 在冥想之中 在那個菩提事下呢 冥想之中 就突然間呢 冥想到 哦 原來是這樣的 因此呢 佛陀呢 在他三十歲的時候呢 他成道咯 他一悟都出來呢 哦 天下的佛 四方的佛 八方的佛 八方的佛 都知道 啊 這個佛婆 降山了 真的降山了 好了 那大家就聚集在那裡 當釋迦茂 這個 這個 當時他就要 改名啦 就 真的 改佛 佛家的名字 就 釋迦茂 這個佛號了 所以以後的人 叫釋士 就是 佛門子大也好 釋士呢 他就是 當出家了 自己呢 離開這個 和這個 人世間呢 斬斷了 自己呢 出家 成佛了 成佛 將來會再來的嘛 就是超讀人的嘛 所以呢 他也都呢 是 一成佛的時候 噢 智天呢 所有佛都 來到那裡 聽他講 他講第一本呢 就是 《靈嚴經》 所以人家說呢 這個 《經中之王》呢 就是 佛陀成佛之後 第一個講的東西 他講這個 他講這個 這個 《嚴靈經》 當然就是 很高深的啦 是吧 《嚴靈經》呢 這個 那個智慧呢 是無鬧的 是真正的 是一個智慧的 無鬧的 一種的 一種的 經書來的 所以呢 就是呢 他 很多人聽他講 這個《嚴靈經》 將來呢 啊 這個《靈嚴經》 將來呢 我會稍為呢 涉及到下的 但是今天呢 因為時間間是呢 我只能夠講到呢 佛祖 佛祖成佛 這個階段 我以後呢 再繼續講下去 多謝大家